以西节书第28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你要对推罗的君王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因为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 我在海的中心,坐在神的宝座上 其实你不过是人,并不是神 你心里却自以为是神 你比但依里更有智慧 任何秘密的事都不能隐瞒你 你靠着自己的智慧和聪明 为自己得了财富 把所得的金银放进自己的府库里 你靠着自己在贸易上的大智慧 增添你的财富 你又因自己的财富心里高傲 因此,主耶和华这样说 因为你心里自以为是神 所以我要使外族人 就是列国中最强横的人来攻击你 他们要拔出刀来 攻击你用智慧得来的美物 玷污你的光彩 他们必使你下到坑中 你必被杀害 死在海的中心 在杀戮你的人面前 你还能说,我是神吗? 在那些杀害你的人手里 你不过是人,并不是神 你必死在外族人手里 与未受割离的人一样 因为这是我曾说过的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你要为推罗王做一首哀歌 对他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你是完美的典范 满有智慧,全然美丽 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 有各样的宝石做你的衣服 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 水仓玉、红玛瑙、碧玉 蓝宝石、绿宝石和红玉 宝石座是用金制造的 这些都是在你被造的日子 就预备好了的 你是护卫宝座的 受高的基禄伯 我安置你在神的圣山上 你在闪耀如火的宝石中间行走 从你被造的日子起 你的行为都无可指责 直到在你中间有了罪孽为止 以你的贸易昌盛 你中间就充满了强暴的事 你也犯了罪 所以我把你当作污秽之物 从神的山把你抛弃 护卫宝座的基禄伯啊 我要把你从闪耀如火的宝石中除掉 你因自己的美丽心里高傲 又因你的光彩败坏了你的智慧 所以我把你抛在地上 放在猎王面前 好让他们观看 你因罪孽众多 又因贸易上的罪恶 玷污了你的圣索 因此 我使火从你中间出来 这火要吞灭你 我要在所有观看你的人眼前 把你变为地上的灰烬 万族中认识你的 都必因你惊骇 你必遭遇可怕的灾祸 你就永远不再存在了 耶和华的话连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面向西顿 说预言攻击他 你要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西顿啊 我要与你为敌 我要在你中间得荣耀 我在他身上施行审判 彰显我的圣洁的时候 人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我必使瘟疫进入西顿 食血流在他的街上 必有刀剑四围攻击他 使被杀的人倒在城中 人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四围一切恨恶 以色列家的人 必不再向他们 做刺人的荆棘 使人痛苦的吉利 人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把以色列家 从他们所分散到的 万族中招聚回来的时候 我必在他们身上 向列国显为圣 以色列家 必在自己的地方 就是赐给我 仆人雅各的地 他们必安然居住 建造房屋 栽种葡萄园 我向思维 所有恨恶他们的人 实行审判以后 他们必安然居住 人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他们的神 他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 没有人 老天 我还是要你 有没有人 勾一下